土甲龙身子一动,目中恐惧之色闪过,但马上又用怨毒的表情狠狠地盯着寒历。 做我的灵兽可比其他修士奴役要好多了。 你们狩猎的寿命可远超我们人类。 我没有让你做传承灵兽的意思,只要在我有生之年供我驱使即可。 到时候,我一旦能够飞升上界或者陨落身亡,你马上就是自由之身。 土甲龙听了这话,似乎一愣,随即目光闪动不定。 树面上拟人的露出了犹豫的表情,韩丽剑刺,似笑非笑嘴角一动,忽然单手往储物带上一拍。 一个碧绿色的小瓶出现在了手中,紫光一闪,一层紫燕瞬间将拖着小瓶的手掌包裹。 与此同时,瓶盖冲天而起,一股寒光从瓶中击射而出, 整个屋子的温度骤然即将。 土甲龙被寒气一击,即使有脸甲护体身子,还是忍不住一颤,同时目中闪出了惊异之色。 韩丽手掌轻轻一抖,一滴银色液体在寒光中从瓶中飞升而起, 一出现在瓶口后,马上凝固成珠,并滴溜溜地转动不停。 一见此银珠,土甲龙目光顿时呆着住了,鼻子抽动, 忽然从口中发出了一声声难鸣的售后,似乎激动异常。 看来你已经认出此无,这就好,只要你答应做我的灵兽, 瓶中的寒随,我到时自会分你两地,让你有机会度过划刑累积。 现在条件已经开出来了,就看你怎么选。 土甲龙仍盯着寒随所化的银珠不放,脸上满是抽搐迟疑之色, 似乎决心非常难下。 等了一会儿,剑妖兽没有明显地表示, 寒厉冷哼一声,也不再说什么,将小瓶一收, 单手一晃,整只手掌,紫色寒芒一闪,火焰凝聚变形, 一口紫色火焰剑,缓缓地浮现在手心上。 五指微动,火箭一抖脱手而出,轻飘飘地向土甲龙飞去。 土甲龙一见此目,神色大变,眼见火焰剑转眼到了头顶, 不慌不忙地一剑斩下,剑中蕴含的可怕灵力, 终于让他惊恐的一张口,发出数声哀鸣的屈服之声。 半日后,寒厉将天机府一收,架起一道顿光朝着内陆方向而去, 因为无需分心寻找什么,大半月后,他就回到了陆地之上。 寒厉并没有再去天赋门,随即又直奔南疆飞驰而去。 在路上他走走停停,将三燕扇部分材料用萤火炼制成灵料, 但可惜一路上并没有碰到雷雨天气,雷火之力一直无法收集, 这让寒厉多少有些郁闷,不过他也并不心急, 那南疆之地密林丛生,空气潮热,只要下雨就多有雷电交加, 故而雷火收集,一到南疆也是早晚的问题。 四个月后,寒厉终于横穿了数个州郡,顿光出现在南疆的郡内。 南疆是天下间少数几个没有被大宗门把持的地方, 宗内资源被十几家中等宗门占据分割。 这些宗门虽然平时内斗不已,但一旦有其他势力侵入南疆, 便会立刻连接仪器,共同对敌。 即使那些正摩十大宗派中的门派, 也始终无法将势力侵入其中,在大进颇有自成一国的架势。 会出现这种情况,和南疆宗门非常排外。 修炼功法自成仪系大有关系。 这些宗门修炼的功法,大都是修仙界少见的阴毒法门。 不但擅长用毒,虚崇德罕见法门, 在诅咒邪术之上更是出神入化。 童节修士和他们争斗起来, 一不小心就会莫名地遭遇毒手,实在是防不胜防。 这也是那些大宗门不愿意轻易和南疆宗门硬碰硬的主要原因, 否则若是数个大派联手,拼着元气大伤, 不是不能强行夺取此郡。 朝云府位于南疆西部, 双歇山是朝云府一处人际罕至的山脉。 方圆数百里内常年有瘴气笼罩, 不是修为高深或者事先服用专客瘴气丹药者, 根本无法进入此山脉。 而此山脉在南疆颇复盛名, 因为地利毒气缘故, 山中不但有几种价值不菲的毒草, 而且还盛产铁尾红线两种毒蝎, 是当地低节修士施展蛆虫术的绝佳灵虫。 寒历到达此山附近时, 正是双歇山每年以此瘴气大爆发的时期。 山脉附近聚集了众多修士, 因为只有在此时期, 两种毒蝎才会从动物窟中出来觅食, 实在是捕捉毒虫的绝佳机会。 不过这些修士大都是炼气期, 偶尔有几名铸鸡区修士掺杂其中, 结单以上对此山脉毫无兴趣, 一般不会有高洁修士到此。 像韩丽这般已是原英中期的前辈高人, 若是被其他修士发现, 自然会引起不小的骚动。 故而韩丽根本就没有在山脉附近停留片刻, 直接从高空飞射入了瘴气中。 如今, 他身上被一团青色灵光笼罩, 粉红色的瘴气被轻易地挡在了旗外。 这些瘴气浓密异常, 其中还时不时有毒虫出没。 对低节修士来说几乎是致命的危险, 但对韩丽来说自然是不屑一顾, 认准了方向后直接向山脉中心处飞去。 虽然当初复兴老者只提了双歇山的名字, 并没有说明具体的地点, 但是先去双歇山主峰总是不会错的。 从空中飞行而过, 偶尔碰到了几名修士, 韩丽根本理都不理, 直接从他们上空一掠而过, 以他的顿速, 这些低节修士根本无法发现分号。 但正当韩丽一边飞顿, 一边心中思量那位复兴老者邀请他来到底有何目的时, 突然从一侧远处传来了一声凄厉的惨叫, 是邪王, 是变异体猥亵, 大家快跑! 一个嘶哑的男子叫声隐隐传来, 接着几声爆裂声和一声怪异的重鸣同时响起, 似乎离他并不太远的样子。 韩丽神色一动, 转手看了那方向一眼, 目中蓝芒闪动, 传来嗖嗖地破空声接二连三地响起, 接着几个男女人影在仗器中出现, 飞也似得向韩丽这边奔来, 这些人脚尖点地, 一纵树丈远去, 正是施展了青参之术。 啊? 韩丽原本冰冷的神情, 在目光落在一名女子身上一转后, 不禁轻一声, 顿光一下停了下来, 然后她袍袖一扶, 大片青霞从袖中飞卷而出, 霞光所过之处, 所有瘴气扫了一下, 瞬间, 一个方圆数十丈的晴朗天地出现在四周, 而那几名人影 在这片刻间一头扎了进来, 见此异象自然一惊地停下了脚步。 尚未等他们反应过来, 韩丽就单手朝他们身后方向虚空一抓, 一只青色光手在瘴气中凭空浮现而出, 往下狠狠一捞, 一样黑乎乎的东西就被射到了大手中, 然后一个盘旋后飞射而回, 停留在韩丽身前。 那竟是一只持许大的巨蝎, 虫壳乌黑发亮, 背后的一条蝎尾足有半尺来长, 蝎沟上隐隐泛着紫芒, 似乎奇毒无比, 正是追逐这几名低节修士的变异铁尾蝎。 此蝎应是二级妖兽, 但在光手禁锢之下无法动弹分毫, 只能口中无力地发出怪名几声。 这几名修士背着一切惊得目瞪口呆, 望着半空中轻蒙蒙的含吏, 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 进京一别后, 王道友怎会出现在此? 曹姑娘还安好吗? 你是韩道友? 不, 韩前辈。 曹师妹现在还留在进京, 并未和晚辈一起出来。 晚辈是和几位同道, 到山上寻几株林草。 这黄山女子, 先是一正, 随即面上惊喜交加, 竟是在进京郊外见过一面的 曹梦荣的那位王师姐。 在当日韩丽因为剑名曲剑离开后, 此女自然知道韩丽高洁修士的身份, 故而此刻一认出韩丽, 态度自然不敢像当日那般随意, 马上自动持晚辈之礼, 神色恭敬异常。 其他修士见王姓女子 认得着半空大神通修士, 也是心中一松, 纷纷上前失礼败谢。 不过, 包括王姓女子在内, 都将韩丽当成了杰丹妻的修士, 原婴妻修士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遥远, 根本就不可接触一般。 贵伯父身为驻南大将军, 倒要为几株灵草, 又何必以身犯险? 晚辈家族虽然还算富有, 积攒有一些零食, 但在下资质普通, 族内又怎会在晚辈身上花费多少零食? 原来是这样, 其实你的资质也不算太差, 助击并非没有希望, 而你能在这里巧合地再次碰到我, 也算是我们有些缘分, 这只毒虫就送给你吧, 我还有事赶路, 你们好自为之。 韩丽如此说完, 冲着光手随意点, 顿时砰得一声清响, 光手化为点点清光一散, 而巨蝎身形一抖, 相应地落在了几名修饰身前, 一动不动, 如同死雾。 前辈, 我…… 此女大喜正想说出感谢之言, 韩丽周身清光一闪, 一闪即是消失在了胀气之中。 王姓女子的感谢之言, 只能在口中戛然而止, 而一旁的其他修士, 望着地上的变异巨蝎, 各个目露羡慕的表情。 但此些是高洁修士所赠, 他们纵然有心生邪念, 也不敢真的动手抢夺此些。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王姓女子, 在毒虫上, 一口气贴了数张符露, 才喜哄哄地将其收进了灵兽带中。 而就在这时, 天上传来一声霹雳, 接着原本被瘴气笼罩的天空突然间翻滚不定, 接着不知从何处刮来一阵狂风, 竟将空中鸿蒙蒙地瘴气吹散了一些, 隐隐能看到高空黑压压的乌云, 一副风雨欲来的样子。 这风雨来的倒是时候。 韩丽已经摇摇看到了一座乌黑的山峰, 抬手看了一眼, 喃喃自语一声。 随后化为一道青红, 向风顶射去。 几声雷鸣声炸气, 顿时从天空上下起了瓢泼大雨。 四下瘴气被暴雨一冲, 急剧收缩降低, 全都冲到了离地数丈高的地方。 远处其他山峰, 一一在暴雨中显露而出, 韩丽身上光芒一脸, 在风顶一块巨石上落下, 在灵光遮蔽下, 身上滴水未沾。 不过在离巨石不远处, 却正有七八名修士聚集在此, 有两名铸鸡起, 其余都是炼气其修为。 这些人各个盘头缠经, 全都是一副当地修士的打扮。 他们吃惊地望着忽然出现在风顶上的韩丽, 不禁面面相去。 韩丽目光在这几人身上一扫, 身上骤然放出惊人的灵气, 刨袖一扶, 口中冷冷说道, 都给我滚! 狂风大作, 一片清蒙蒙的霞光随之滚滚而出, 这几名修士大惊, 有的放出护照来抵挡, 有的急忙欲气腾空, 但霞光闪过, 无一例外都被青霞席卷在内, 接着被抛甩出了二三十丈远去, 变成了滚地葫芦, 人人狼狈之急, 一脸惊恐。 这一下, 这些人哪还不知道遇到了大神通的高洁修士, 二话不说, 马上朝山下狂奔而去。 那两名铸鸡鸡修士, 探查一下韩丽的修为, 更是脸色无血, 直接欲气而走, 片刻都不敢耽搁。 韩丽注视这些人化为了一个个小黑点, 最终从山顶消失, 才目无表情将目光一收, 抬手望向空中。 此刻乌云盖顶的空中, 银蛇乱舞, 雷鸣不断。 刚才一声呵斥, 韩丽心中从大眼神君逝去以来的一丝烦闷, 似乎开解了一些, 下面他要施法收取天雷, 自然不想让其他修士在场碍事, 长吐了一口气, 他一拍储物袋, 竖感颜色各异的法旗出现在了手中。 单手一挥, 这些法旗向四周飞射而去, 一闪即逝后钻入地中, 不见了踪影。